字幕提供 Fivey 我覺得電影它是生命的一部分 因為現在的 尤其是現在 影像已經取代了很多文字 但是文字是最有魅力的 就是紙張的文字是最有魅力 但是影像其實是一個 比較直接可以觸動 觸動到每個人的內心的 所以我覺得它是生命的一部分 不可拋棄 因為我拍那麼多電影 就是每一部電影就像一個生命 每一次是 開始到結束 其實是很傷感 其實好多階段 不是一部戲會影響你 那當然有幾個片子會影響我的 但是都是小片段 比方教父裡面的 盲白恩度的熊貓眼 你要嘗試 如果你要很安全的感覺的 把你學的東西放在你的工作上的時候 我覺得你只是及格而已 你不會有焦點 別人不會關注你 那當然你做了一個超越的冒險的 嘗試的光射或者是 不管是任何工作 你可能會有風險 但是我們看我們所知道的故事 都是在冒險之後才會 才會變成有焦點 才會有人關注才會成功 《疾病國王》 《得一卵》 《三年不明》 《夫人曰》 《長文卵見淚》 《烈娘》像 就是這樣的連帶的片子 在電視電影 中港台 甚至於 新加坡他們都拍了很多 那我們要拍攝電影的時候 就是困難重重 因為如果是侯曉原導演的一個電影 拿什麼給人家看 你用什麼唐代的味道給人家 不然後來就沒有吸引力嘛 我們前面講那個魅力影像 你要讓人家有這個吸引力 所以我也要去找尋這個 找尋一個感覺像唐代的影像 那這樣的影像其實 可能只有纖維不同的差別 但是它就不同了 那所以這些都是每一次 每一次你要富裕一個影片 有一種不同的生命感 比方像千禧慢波 其實那時候我們技術都很好 但是我們採用了 所有電影裡面我們排斥的 我們不想看到的東西放在電影裡面 像第一個鏡頭 舒奇小姐的走在一個很長的那個天橋上 那我們可以很平穩的拍攝 後來那個那樣子的 Steady Cam的那個平穩攝影機 攝影師來的時候 我說你休息我來 我用他的機器拍一個 就是我想要的情緒 因為我怕他們拍得太標準 所以是這樣子每一次 就是這種生命感是不一樣的 都看我拍的嗎 就是我不建議大家看什麼電影 我覺得就是你除了看電影 如果你只是去看電影 沒有什麼用的 你要觀察 平常生活要觀察 比方一個攝影師 你要觀察光影的變化 顏色的改變 為什麼改變了 為什麼光影變化的時候 它產生了什麼 我覺得這個是要慢慢累積觀察 要用生活去培養自己 我們今天主軸就是說 很穿握向前 不怕困難 當然我加一句不擇手段 達到創 就是創作者的目的 要有這個精神 電影節主要目的是鼓勵 新一代年輕的 還有我們已在位的一些電影人 他們有一個平台 然後讓他們知道 我們對他的關懷 跟讓他們有一個平台 可以在跟我們的觀眾更靠近 那或者我們可以用這個平台 讓世界更看到大家